今天非常感謝柯建民總召 邀請黨團的幹部 讓農業部 我有機會來說明 整個雞蛋的專案進口 所有的政策 還有執行過程 還有哪些要檢討 以及精進的措施 我想剛剛我們世王委員都講得很清楚 這個也是 陳院長要求 我要將所有的 雞蛋的專案進口 所有的疑慮 來跟社會大眾 還有所有的立法委員 所有的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們 報告清楚 所以我們後續呢 會把所有的 這一些的政策執行的成果 以及所有的效益 但是 還是有些執行過程 需要再檢討精進的措施 會在這禮拜四的行政院會 來提出來 讓整個雞蛋的專案進口 可以持續的來進行 更重要的是可以確保所有兩千三百多萬個消費者 吃得到蛋 買得到蛋 但農業部更重要的就是 要讓蛋農有利潤 來生產更多的雞蛋給消費者 我想這個政策方向絕對會來往前走 但是執行的進行措施也會同步的提出來 來達到更好的政策效果 過去三個多禮拜以來 許多針對雞蛋的專案進口 很多的事實不一致 或者是類似抹黑造謠 我們昨天已經有把各縣市政府 對雞蛋 專案進口的雞蛋的流向 那我們已經提供給我們這些地方政府 我在上禮拜六也完整的公佈農業部掌控的三月到七月的一億四千五百多萬顆 我們調配到習宣場每個月的數量 我們調配到所有加工業者每個月的數量流向完全的清楚 對社會大眾在已經交代 如果所有的地方政府衛生單位需要任何的資料 我們在禮拜六已經說明清楚 農業部絕對會提供我們所掌控的流向 我們也同步的配合行政院在昨天的會議 启動了所有的食藥署的聯合稽查 讓所有消費者安心 這個部分我們也同步的在執行 我想蔣市長昨天講話的時候 跟公文收到的有時間的落差 我想這個由台北市政府去確認 我已經有特別說明 昨天我們有把各縣市政府要的資料 那已經回函 那我不知道這個時間差是如何 那我們昨天也配合行政院的聯合的這個食安的這個相關的機查 我們把所有到期的五千四百多萬顆擴掉 已經做相關的堆回循環再利用的這一些的所有到期的但在全台灣各個縣市的各個冷鏈物流倉庫都已經有對外說明 而且我在禮拜六也直接把這個數量在記者會上交代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秉持的是政府所掌控的資訊都是公開透明的 如果各界有任何的疑慮 我們都很樂意說明清楚 但是像剛剛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在回穩的時間差 結果又導致了說農業部不提供資料 所以以這一個為例 過去三個多個禮拜以來 有多少的這樣的農業部 背了這一些不是事實的黑鍋 背了多少汙昧 抹黑跟所謂的抹黑 我們所有的過程裡面 都已經有對外講得非常清楚 雞蛋的專案進口 不是一通電話就進來 他是一個非常專業 他牽扯到了群流感的專業議題 他牽扯到了防檢疫以及衛生安全的議題 他牽扯到了冷鏈物流的保存期限的議題 他牽扯到了更嚴峻的就是 所有全球面對氣候變遷 許多國家在缺氮的時候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來達到消米黑市 讓三月到七月所有的消費者 所吃到的三十億顆的雞蛋 至少有六十億元的支出 那我們的成本吸收五點七億 如果再加上到期的這個部分 整個的政策效益還是高於成本 所以如同剛剛我們劉思邦委員 所提到的政策方向如果正確 但執行的過程有需要檢討 有需要精進 那我們責務旁財 我想跟各位報告 我現在呢就要依照行政院成院長的交代 我有責任要把所有的雞蛋的 專案進口的遺憶說明的非常清楚 而且要提出整個精進措施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本來就是每天站站清清 而且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但是我絕對不會練戰 絕對不會練戰 政務官本來就該負政務官的責任 我完全的不會迴避 所以請各位來針對 我們這一個雞蛋的專案進口 不管政策執行過程 以及我個人的去留 我的態度都非常的清楚 針對所有的雞蛋的專案進口 政策是正確的 效益是高於成本的 但是因為這樣的許多的抹黑造謠 甚至許多的不實的攻擊 造成農業不同人的這一個壓力 甚至造成了整個這樣的攻擊 造成了整個社會的紛擾 我願意為這樣的紛擾來道歉 我願意為這樣的紛擾來道歉